八宝粥的配料是哪八样? 每年的腊月初八,按照我国的传统, 很多地方都有吃腊八粥的习惯。 所谓的腊八粥,其实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八宝粥。 南宋文人周密传武林就是说, 用胡桃、松子、乳芹、柿、粒之类做粥, 为之腊八粥。 但是在今天,许多八宝粥的用料已经超出八种, 不同地区的人们也会根据自己饮食喜爱, 选用不同的用料。 常见的八宝粥一般以金米、糯米或黑糯米为主料, 再添加辅料,如绿豆、赤豆、扁豆、白扁豆、 红枣、桃仁、花生、莲子、桂圆、松子仁、山药、百合、 枸杞子、芡食、一人米等熬制成粥。